国际能源总署公布2022能源效率报告 发现欧盟境内消费者能源价格一口气 涮升了39% 更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家户陷入能源贫困 报告指出 2022年全球针对能源效率的投资金额 成长率高达16% 来到5600亿美元的规模 韩国今年全年电价将上调每度51.6韩元 第一季调高四分之一 之后足足调涨 电价上调率9.5% 创1981年石油危机以来最大 联发科发布智慧物联网平台 联发科表示 整合高性能8核CPU 适用于智慧家庭智慧零售和工业物联网产品 将于2023消费电子展期间展示 预计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商用 鸿海旗下鸿藤精密 2号宣布以1.86亿欧元 约新台币61亿元 百分之百并购德国汽车限速商集团 拓展电动车关键零组件实力 预计第二季完成收购程序 开启鸿海集团开春第一病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